這邊我們又寫了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我們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像這樣 我們是純粹用標準的物件化建構元素的寫法去寫 我讓它建立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裡面本身就有一個array的電圖 然後我們有each each就是把這個array的電數 每一個都套用到一個函數f 所以當我用each 當初點open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印出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方旋度它一樣會印出1 2 3 那這種是標準的物件 搞像 而且是用建構函數的寫法 JavaScript的寫法非常非常的彈性多樣 所以這些寫法都會很難解 就是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不屬 不同的人習慣寫法 那我把它貼上去 各位可以試試看 不過這貼上去的排版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我直接把檔案引上去 好 然後我看 嗯 好 那邊有發去 1 2 3 然後再三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已经贴了 我们的父母,我们的父母,我们的父母,我们的父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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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